就讓我們 超越速度的跌崩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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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閃爍的星塵 沒事吧 就讓我們 超越速度的跌崩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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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擊無限的可能 瞬間 重現雷速度的跌崩 讓我們 在賽道之上追逐著風 在技術狂跳裡 熱血沸騰 就像步行划過的痕 讓我們 在連續破路變速平衡 在玩到飄移裡 燃燒靈魂 使命運成了我們 Say here we go 前輪探空車像版本 Here we go 領先過關 何才升完 我心莫能 Say again Here we go 永不掩白我的臉陣 Here we go 呼吸變速度的隨身 衝破冰風 Yeah 就讓我們 超越速度的跌崩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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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擊無限的可能 從前被速度 淘汰賽最後時刻 袁濤使出瞬間閃移獲勝 他和聯姨的身份也終於曝光 小西因對袁濤有愧 決定從此放棄賽車 對戰麥可安的排位賽上 等不到小西的連城 竟拒絕起跑 封影重組 新車神的崛起 第一圈的比賽已經結束 排在第一 第二位的是 暴威隊的麥可安選手和捷克選手 而此榜上第一名的聯城選手 到現在還沒有發動戰車 看來他是打算放棄這些比賽了 聯城 你究竟在幹什麼 我 我 沒有你的比賽 根本沒有意義 三學圈的比賽終於結束了 暴威隊的麥可安選手和捷克選手 不負重握 分兵以第一 第二名的成績順利完成比賽 也就是說 在接下來的淘汰賽中 麥可安選手以及捷克選手 將會以投稱及二者出賽 就讓我們期待他們剛好的表現吧 那一場比賽結束以後 聯城再也沒有跟我們說過半句 更沒有說過 那一場比賽為什麼要這麼做 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一切全都是因為小溪 小溪那傢伙實在是太可惡了 竟然為了一點點小溪 就不來參加比賽 最想不到的是 連聯城也因為這樣而放棄了 其實也不能怪他們 聯城跟小溪雖然認識的時間不長 但他們一起到處去比賽 儘管口中不承認 心中早已把對方當作是朋友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們認定了對方是唯一的對手 這次小溪要放棄比賽 對聯城的打擊也很大 那又怎麼樣 現在連他們自己也已經要放棄了 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幫他們 不行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這樣 我們才更應該幫助他們 沒錯 我們大家都是賽手 也都曾經有失敗的時候 更加想過放棄 或許聯城小溪現在這樣做很不對 但別忘了 我們今天能站在這裡 一起團結起來 也都是多虧了聯城和小溪啊 嗯 既然大家是朋友 就應該互相幫助 這樣吧 我們就分頭行事 一定要把聯城小溪那兩個傢伙 帶回賽道 嗯 嗯 葉敏 公本 你們跟聯城比較熟悉 就你們跟小慧一起去把聯城找回來吧 我跟洪都拉就負責去找小溪 無論如何 一定要找到他們 那我們呢 我跟捷克 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你們就專心練車 好好準備接下來的淘汰賽吧 別忘了 要是真的能把聯城小溪找回來 那兩個傢伙在賽場上 可不是好隊伍 呵呵 好 那麻煩你們跟他們說一聲 我們鮑威隊一定會在賽場上等著他們的 到時候不要輸得太難看了 洪都拉 到底有什麼辦法可以說服小溪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先按照葉敏所說的地址去找小溪吧 無論怎麼樣 一定要把小溪帶到碼頭去 我現在還要去一個地方 好久不見了 哦 袁桃哥哥 真的很久沒見了 沒想到你到現在還留著極艷流星 當年要不是你把極艷流星送給了我 我也不會走上遙控賽車手的道路 也不可能認識這麼多的朋友 更不可能有今天 呵呵 看到你今天能有這樣的成績 我也很開心 極艷流星真的沒有選錯主人啊 我聽連一說 你今天是特地約我出來的 到底有什麼事 其實今天把你約出來 是為了另外一個人 你說程小溪 嗯 小溪她自從知道了 當年你為了救她弄傷了手 無法參加車神之戰 更被迫放棄遙控賽車之後 就一蹶不振 連排位賽也沒有去參加 更說要放棄遙控賽車 其實這件事我也聽說過 其實我之所以會重出江湖 參加這次世界大賽 不單是想看看自己的實力 有沒有退步 更重要的是 想會一會 你們新一代的賽車手 只是沒想到 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 小溪確實是一個好對手 更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賽手 所以 希望袁桃哥哥你可以幫幫忙 勸小溪重返賽道 她現在在哪裡 可不可以 帶我去見一見她 嗯 你到底想怎麼樣 一大早拿了幻影雷暴 還把我拉過來這裡做什麼 應該是我問你到底想怎樣 連比賽也不去參加 你想幹什麼 我的事 用不著你管 好久不見了 站住 你還記不記得 當年 你在這裡答應過我些什麼 記得 但是那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 你為了救我受了傷 更不知道 你會因為這樣 而無法參加比賽 那一次的受傷 只是意外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真的以為 那一次的受傷 就可以毀了我嗎 嗯 我現在的實力如何 你跟我比一下 不就知道了嗎 嗯 既然 你會為了元陶哥哥受傷一事而內疚 難道 還有理由不接受他的挑戰嗎 在遙控賽車的這麼多種練習中 剎車是最考驗戰車的性能 以及賽手跟戰車的配合度的 這一次 我們就在這裡 比一比剎車吧 好 要是這一次我輸了 以後你的事 我就不再管 可要是我贏了 你就要答應我一個要求 好 三 二 一 開始 三年前就是我毀了車神 我根本不配再繼續參加比賽 不配稱之為賽車手 更加不配擁有幻影雷暴 既然以後也不應該再站在比賽場上了 那就在這裡了結一切吧 怎麼會這樣 霹雷寒冰怎麼會先停下來了 這怎麼能贏得了小溪 不 你看 幻影雷暴 對不起 就讓我們在這裡結束吧 什麼 幻影雷暴 你 幻影雷暴 不要啊 我 恭喜你 你贏了 小溪贏了 那 好 當年你答應我 啊 要當一個好的賽手 看來 你已經做到了 一個好的賽車手 就算放棄了比賽 也不會放棄自己的戰車 因為戰車 是我們最好的夥伴 到了最後的一刻 你也沒有放棄你的幻影雷暴 沒有放棄你的夥伴 忍偷哥哥 既然我輸了 以後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不過 我想提醒你 路是你自己的 要怎麼走 你自己決定吧 我 怎麼樣找到連城了嗎 我們找了很多地方 也問過連叔叔了 都沒有找到那傢伙的蹤影 現在小敏還在外面找著 希望能找到她吧 對了 那你們找到小溪了沒有 已經找到她了 而且 還跟袁濤比了一場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那小溪答應 重新參加比賽了嗎 嗯 這個 我們也不確定 我們只知道 小溪不會聽我們的勸 所以 特意安排她跟袁濤哥哥見了一面 讓袁濤哥哥勸服小溪 但是 小溪到最後還是沒有答應繼續參加比賽 小慧 啊 怎麼只有你一個 連城呢 我跑了很多地方 還是沒有找到她 也不知道那傢伙 跑到哪裡去了 連城那傢伙 到底在搞什麼 明天就開賽了 怎麼會失蹤的 要是明天的淘汰賽 他們還不出現 那就再也沒有機會跟菲英隊一決高下了 奶奶 奶奶 快來吃飯吧 我做了你最喜歡的燉排骨 小溪啊 比賽不是快到了嗎 這段時間怎麼沒看到你去練車 天天在家給我做飯呢 奶奶 其實 我已經決定 不再參加比賽了 而且 不會再玩遙控賽車了 什麼 原來是這樣 奶奶 其實你已經這麼大了 你的事 奶奶也管不了那麼多了 雖然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要是你玩遙控賽車真的玩得不開心 那就不玩了吧 對不起 不 其實該說對不起的人應該是我 你知不知道 當初我為什麼會送你那輛遙控賽車的 嗯 一切都怪奶奶沒有本事 是 當年你爸爸把你留在我身邊的時候 我只顧著工作 沒時間陪你 我看你總是一個人 也沒什麼朋友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那些小孩子 一起玩遙控賽車 玩得那麼開心 就想著要給你買一輛 那你就可以多認識一些朋友 不會那麼孤單了 現在你說不玩遙控車了 一定是發生了一些 讓你不開心的事了 要不是我當初買遙控賽車給你 你今天就不會這樣 這都怪奶奶不好 不 不關奶奶你的事 奶奶沒什麼判的 只希望你可以開開心心 不會被做過的事後悔 那就足夠了 啊 我接 是你 是你 你這麼晚找我出來 有什麼事嗎 今天找你出來 是有些東西要給你 這是 這是我們隊的隊服 你看 這樣子還行吧 我可是忙了兩天 才把它給做出來的 我們隊 對 反正我們不是老被人誤會 是同一個隊的嗎 與其這樣 那不如我們就真的組成一支隊伍 再跟他們一起在賽場上 好好的一決高下吧 可是我 我知道 你不想繼續參加比賽 不再玩遙控賽車 是因為連累元濤不能參加比賽而內疚 其實 我對你也一樣內疚 我推出比賽 是我的事 根本與你無關 不 別忘了 當初是我把幻影雷靈送給你的 是我把你硬拉進遙控賽車的世界的 要是沒有我 你可能一輩子也不會參加比賽 也不會知道 當年元濤受傷是因為你 那你就可以一直開開心心地玩車了 一切都是因為我 我不知道做些什麼事情可以補償你 現在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讓你可以在賽道上 不留遺憾地離開 明天就是最後的淘汰賽了 不管你會不會來 我也會尊重你的決定 但是 我一定會等你的 不管結果是怎麼樣的 我只希望你知道 你 程小溪 永遠是我唯一的對手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到底inseng和小溪那兩個傻伙 會不會出現的 那两个家伙还欠我一场真正的比赛 要是他们今天不来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欢迎来到雷速灯世界遥控跑车大赛的现场 今天要进行的是决赛圈的第二场球赛赛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现在请各位赛手准备 救救你们快点出现吧 那个是谁呀 他是谁啊 他不就是 他不就是 你这家伙终于肯出现了吗 你这几天到底上哪去了 有见到小夕吗 为什么你的衣服 这是我和小夕的队服 你是说小夕终于决定参赛了 你们的队名叫什么 即是我们 我们的队名 就叫做风影队 太好了 我已经想通了 我已经想通了 赛手之间的事情就应该在赛道上解决 你能想通就好 这样等一会我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跟你们一决高下了 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排赛首位起跑的是鲍威队的迈克安选手 他的队友杰克选手排赛第二位 而此前在七分宝上一直领先的连城选手和程晓希选手 由于排位赛没有成绩 而排赛的最后 根据最新的消息 连城选手和程晓希选手 已经组成风影队参加接下来的比赛 到底他们能不能顺利出现呢 答案很快就会接下 请各位赛份准备 准备 二 一 三 10 虽然你们确实是很厉害的对手 可是今天你们以最后两名起跑 要想收复失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们两个有本事就追上来吧 无论以什么样的位置起跑 只要战车在赛道上 就会有超车的机会 我们一起上 好容易排在了积分榜头两名的前面 只要能一直封杀住他们 就有机会进入总决赛 以为这样 就能封住我们了吗 看我的皇后万有 可恶 这家伙究竟要从哪里超车 什么 机会来了 快上 变光俱风 什么 太厉害了 没想到最后两名起跑的连城选手和长小新选手竟然这么快就追到了第三第四名的位置 看来后面的比赛中 风影队和暴霉队将会有一番龙争虎斗 你们果然没让我失望 风影队就让我好好见识一下你们的实力吧 这家伙优优优独播剧场—— 这家伙优独播剧场—— 换 Court 越来第二队 马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与迈克安 杰克这对老对手再次对决 将会擦出新的火花 下一集的淘汰赛 一场围绕真正团队精神的大战 即将拉开